大家下午好 我姓孙 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商业智慧 Power BI应用 因为我要特别强调应用 因为在过往 过往 我在教Power BI 商业智慧的时候 发现大家 听不太懂 赚钱 或者是说 对于他自己的业务 他很希望 能够听到这一块 如何去做应用 所以后来 我今年开始 我就到各个地方去演讲 例如说 我到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商业智慧 Power BI的课程 我就直接用 当地的相关资料 例如说 我们来了解一下 台北市人口的变化 桃圆市 婚姻 结婚 离婚 生 死亡 等等 这些的一个变化 还有了解台湾的电力 台湾的癌症 希望就是说 把这样子的一个 如何应用的观念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 其中我是要从大数据分析 是什么 开始讲起 一直到形成智慧 这件事 因为商业智慧 既然都可以 有产生智慧 那能不能产生 人口智慧 疾病智慧 阻记智慧 甚至我们知道的交通智慧 很可惜的是 我今天举的例子 都是跟交通 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因为现在 内政部的开放平台 它的开放资料 针对交通 可能就交通意外事故 那交通意外事故我也算了 可是这也算跟交通有点关系 可是我真的很希望 拿到运输相关的资料 将来去做一些大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去算 哪一个航运 在什么季节的洋流情形之下 或者是空运 如何省油等等 这些 我想这都是跟交通一批 应该是比较有相关系的 不过不管怎样 我们今天要强调讲的是 当我们今天 知道大数据分析是什么 资料清理 如果我们拿不到干净的资料 我们后面的动作 其实都是白做的 所以资料清理扮演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您即将遭遇到的问题 也必须要去了解 再来就是数据建模 数据建模的部分 其实就是 当我们资料 一直不断在改变的时候 它的模型 应该会一直在改 例如说 我以客户分类 来去做说明 优质的客户 可能慢慢就会变成 一般的客户 有可能不好的客户 慢慢的会改变 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都是必须要重新在 不断的数据建模 那接下来还有仪表板 跟战情中心 通常我们不把问题 呈现给别人看的话 那我们是用 仪表板的方式呈现 最后要告诉各位 针对问题 呈现问题 我们是形成战情中心 那最后当然就是 把这些机式变成智慧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 请你配合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知道了 我们十大癌症 然后对于我们有什么威胁 哪一个癌症威胁是最大 站在自己的立场 我们该如何去避免 罹患这个癌症 那我等一下就希望说 你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互动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建立 战胜肠癌的一个智慧 首先我们要先看 大数据分析是什么呢 我想 我想大数据分析 这件事情我们要 当然要先了解大数据 还有要了解 它视觉化分析这个议题 还有大数据分析 它可能很重要的智慧 它技术是在讲什么 那它真的跟统计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还有它真的最后要产生智慧 这件事情 所以过往我们定义大数据 就是讲说大数据 数量 记录 比数 很多很多很多 到底多多才算多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 当然那些都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拿到大数据 大概就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也许也许你拿到近四年 所有各捷运出入口站的 每一个小时的平均出入流量 当然你可能可以拿到除了四年 可不可以拿到十年 二十年 当然可以 好 这就是一段时间的资料 那你这一段时间的资料 你不可能拿到它的个资吗 好 我们通常在算资料的时候 有些计算会递开个资这件事 但是你要把它的特征 特征给计算进去 例如说几点到几点到底是什么族 哪一个族群的人比较多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些去识别的 可是例如说它的年龄 或者是它的性别 这些我们是可以留下来的 然后可能甚至有人会去 把它做成一个影像 所以这里面会包含有文字数字时间 甚至数位影像 而且这些资料会与时俱增 因为我们不是结束到 今天算完就结束了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把新资料喂进去 这个视觉化要一直不断的快速的完成 而且及时的呈现 这其实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定义呢 这就包含我刚刚上面这张图说 涵盖的多杂快针是件事 可是我觉得你大概只要知道 反正我们就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资料 而且未来的资料还要想办法再放进去 那我接下来一定要特别先讲 那到底大数据跟统计最大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尤其我在学界我所遭遇到的打压绝对会非常非常的大 为什么因为所有学界任何人要发表论文之前 一定要有完整的统计的计算 简定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先来看一下这个统计 统计我们会有一个母体 这个母体就是全部的资料 那这个全部的资料我们是拿不到的 举例来说我们今天我想要调查全台湾所有人 全部都参与的一个统计 然后去看他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我们不可能把全部2300万的人所有人的身高都调查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抽样 抽样我可能只取其中的一小部分人 那我抽样我要符合什么公平法则 大数法则 这我想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们这个样本要拿什么东西来去跟母体做比较 可以计算的可能就是平均数跟变异数 以后我们拿到太过胖过瘦的资料 或者是说我们平均至少是要一致的 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管怎么样算 我们都是只有样本 只有样的 可是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抽样过程当然可能会因为抽样的一个设计 而导致你这个母体可能在叙述时就产生了一个bios偏差 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看是大数据 我刚刚定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或者是就算你很短的时间 可是你拿到所有的资料 这就是最大差别 大数据有没有在做抽样这件事 没有 所以我们也不做任何检定 但是我们看的是什么 趋势 我们就直接可以拿趋势来去解很多很多的问题 可以了解 我现在我现在交易的冲击 我把它视为就是成功前必经一段沉默 这段沉默是必须的 因为尤其你在越好的学校 这些大学教授一定就是用统计的观念来叫你去算一些什么 可是请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你就已经拿到就是一个母体的东西 所以请你一定要去思考 那我不要去做检定 我就只要算这个趋势就好 光趋势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视觉化分析 简单说 大数据嘛 它就是要做很多的视觉化 什么叫视觉化 其实就是一张一张的这种统计图 好 像这边有12345678 甚至我还写了知识在这个地方 有9张图构成 很多很多张图我们就叫仪表版了 所以这张就是仪表版 也就是我们讲的视觉化分析 最重要是它是视觉化没问题啊 可是怎么做分析 这个分析是因为它这里面用到一个非常棒的技术 就是联动 也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我是不是选择了 信义区 万华区 大同区 这边它就会自动变成三 你应该知道台北市有多少行政区 12个 然后呢 整个台北市的平均人口数是多少 可能整个平均数是20万 可是这三个行政区 它在逐年人数减少 最多的三个行政区是信义 万华 大同 然后减少的程度 减少的程度是怎么样 当你选好 这边就会整个直接跟着做一些改变 甚至我们去做地理分析的时候就看说 这三个行政区有没有临近关系 对 地理分析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最好是最好是能够再收集到年龄族群的人口分布 怎么说呢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 我们如果拿到了很多年龄层 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知道说 到底是哪个年龄层的人口数在减少 如果是小朋友 那少子化形成的问题 那我们的政策 以及什么 人口 假设老人家人口在减少 或者是中间 重年人的族群在减少 我们都应该会有不同的政策来去拟定 好 所以 期待希望 真的希望有更多的资料 能够释出 他如果不给我年龄的分布 我也没办法去做更好的一个政策 至少你要先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 我这边我就只能呈现台北市 台北市人口 信义区 广华区 大同区 它的人口减少是特别多的 那就是视觉化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人口数 台北市的人口数减少 重不重要这件事 对一个市政府来说 人口数减少 如果是中间 中间 的人减少的话 所得税收 一定下降 你觉得对市政府来说 他的收入减少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市政 而且我们从早期 新北市一直都赢过台北市 台北市从第二年 后来输了高雄市 现在输了台中市 再继续多少年之后 我们就会再输台南 再输桃园 这是不是很重要的议题啊 这就是大叔去分析 他可以算到的事情 那当我们知道说 那个台北市人口逐年在下降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要提出来一个对策 我就请了很多个公务人员 然后来去提供建议说 我们要如何去增加台北市的人口 所以这边大家就有说 我们要提供很多的福利措施 像例如说兴建社会住宅 或者是生育补助增加出生率 出生率一定是要增加嘛 才能够增加台北市的人 所以相对的 这就是所谓的智慧 我想在 clergy队口消息 就跟我那里 你们先先 intersection 没有兴建 没有兴建 因为跟路上 我们来说 Audio 但是 今天 像